话间上文 正当张无忌炼成九阴真经 却习武林之时 江湖之中却出现一位神秘少年 此人名叫段子宇 乃是大理皇室后裔 他曾偷入活死人墓中 盗取了九阴真经 在学会了九阴真经上的武功之后 以九阴白骨爪 打败了名叫五散人及轻易福王为一孝 一时之间震惊了整个江湖 而此时忌惮名叫教主张无忌的朱元璋 找到了段子宇 朱元璋以安抚前朝后裔为名 封他为锦衣卫指挥使 让他全权处理剿灭明教之事 而段子宇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 结识了天师教的教主张语初 在张语初的帮忙下 竟然习得了当年剑魔独孤求败 名扬天下的剑法独孤九剑 这独孤九剑不愧是天下无敌的剑法 段子宇在遇到玄冥二老之时 在功力不如玄冥二老的情况下 以独孤九剑中的破掌是击败玄冥二老 并将二人斩杀于剑下 这玄冥二老也是当时有名的高手 当年在张无忌的手下 仍然可以全身而退 没想到如今却死在了一个 出出茅庐的小子手上 从这也足以说明 独孤九剑的独盗之处 在击杀玄冥二老之后 朱元璋大喜过望 他知道玄冥二老是何等的实力 当年明教有多少人死在了他们的手上 如今却被段子宇轻松打败 这也让他看到了段子宇的真正实力 对打败张无忌又增加了几分信心 段子宇在炼成独孤九剑之后 决定先前往西域 找到自己仇人报仇血恨 当他找到仇人之时 仇人却找到了明教高手前来助阵 即使如今段子宇武功大进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一人一剑也难以对抗明教众位高手 经过数十回合的支撑 最终不敌明教高手 被光明佐使杨潇一掌打上 跌落下了悬崖之下 而与一起跌落悬崖 还有明教圣女 跌落悬崖的段子宇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否会像张无忌那样有所奇遇呢 遇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一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